好 剛才我們聊到了這個阿扁或妖協專欄 這個明天是不是周刊可能真的會開天窗呢 因為北監回絕嘛 這個失誠不土不快啊 有點想法 來 失誠我們先聊一下 我覺得剛剛 我要講的被你們兩個都講完了 其實最重要一點說 那你先閉嘴啊 先閉嘴 你講了十分鐘還叫我閉嘴啊 太過笨了 我覺得阿扁這個東西 拿出來以後就沒有賣點 這處理的過程就是個賣點嘛 那你何必那麼笨呢 對不對 你這個東西 其實阿扁出了這麼多書 有造成什麼轟動嗎 對 相信阿扁有多少人 不是 我們現在是在討論就是說 那對於馬總統來講 剛剛香龍就講說 馬總統應該要趕快表派 我覺得不要揣摩上 包括用格幹嘛 趕快就讓他過吧 那如果馬總統說 就讓他寫啊 所以我剛剛開玩笑 可是我覺得後來一周刊說 沒賣點啊 那完了那怎麼辦呢 每個禮拜要花兩萬 就搞這沒賣點的東西 佔版面 反而會成為他的苦惱 最後可能一周刊自己說 還是不要寫好 所以我覺得你處理這個過程 變成他一個賣點 我跟你講 下禮拜真的 這禮拜沒出來 下禮拜再出來 哇 又變賣點了 你是幫人家賣週刊嗎 你是幫人家做那種政治宣傳 你又何必呢 好 來來來 那我們這個小時呢 有兩位新朋友加入我們 來 最旁邊資深媒體人 黃靖平 靖平好 大家午安 好 另外呢 這個輝文剛剛介紹過了 那國民黨立法委員 林玉芳 林委員 大家好 好 來這個靖平跟玉芳委員 來 我們來一人一句好了 我們來談一下 對阿扁 因為我們剛剛討論這個話題 還正熱 來 先林委員開始好了 你覺得呢 就讓阿扁寫嗎 有什麼關係呢 就讓他寫嘛 說得好 我也看不出阿扁有什麼了不起的東西啊 我認為他當然啊 可能有一些人 會覺得藍軍人會覺得說 關在那邊還可以寫文章賺錢 會非常的生氣 可能有些立委 多管閒事認為說 這樣就會影響到藍軍人的選情 我不認為 阿扁講出來的話 一定是很多地方是要故意修理藍軍 很好啊 讓藍軍人看得很生氣 都出來投票 有什麼不好呢 最重要一件事在哪裡 你阻止他 不讓他寫 你缺乏一個非常有利的理由 你這樣就被人家抓到一個把柄 說你看 這又是政治干預司法 為什麼你不讓他寫呢 那畢業以前有寫過可以寫 為什麼現在不讓我寫呢 我寫文章的時候 寫出訴的時候你們可以讓我出 寫文章不行 那不是很奇怪嗎 說吃大菜可以 吃這個宵夜不行 對不對 很奇怪嗎 所以我覺得法務部 真的有一個開堂的心情 健康的心態 也不要管他跟總統大選 會不會有衝擊 也不要管說會不會有立法委來罵你 你就讓他寫嘛 他寫有問題的地方 他搞不好就被人家告 他亂寫被人家告 那就坐牢 就真的坐不完 要坐一百年 所以你拿他去 我覺得台灣的社會 每天政治上說天搖地洞 大家什麼場面都見過了 我看不出阿扁可以寫出幾個字 就可以影響總統大選的結果 阿扁有這樣的能耐 他就不會去坐牢了 而且說真的 其實您說阿扁還沒寫專欄之前 他就已經針對選情 不要說是之前的五都選舉 連總統大選的2012總統大選 他都有大預言不是嗎 對不對 敬平我們都還記得啊 他說這個蔡英文會是第一個女總統 可見我覺得說 在司法這方面 藍綠其實是蠻一致的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以前邱毅在坐牢的時候 他也是沒辦法寫這些東西 也有人想要試圖邀請他 他也是有些 包括一些跟政治有關的 他可能想要評論一些 但是在當時的司法的一個狀況之下 他的被檢查的情形也是很嚴重的 所以放租到現在從以前邱毅那個案例 到現在陳水扁總統 其實陳水扁總統從他進了牢裡面坐牢 一直到現在我覺得他享有的一些 所謂的比較特殊的一些權力 跟待遇已經相當的多了 然後包括以前跟一些那個司法單位的人 在聊到這個部分 所以我覺得說今天只是說 凸顯的是因為他的身份的關係 他不能顯 但我覺得說 所以變成司法單位 甚至說我們今天大家把這個問題攤開來講 以後是不是不能只有陳水扁這個特例 如果陳水扁開了先例的話 那是不是以後如果進了牢裡 大家想寫什麼都可以寫 不是只有陳水扁這個狀況 那今天弄成這樣的一個騎虎難下 甚至說有點好像父子騎虑 不知道怎麼辦 我覺得說變成讓執政黨被人家批評 然後成為說好像前置言論自由的一個 那個作為一樣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因為我剛剛講說 他就扣上你一個帽子 對扣了一個帽子之後 你陳水扁你開了一個先例嘛 那以後是不是大家都這樣子做 我就要回歸制度面去探討了 而不是因為陳水扁他有自由 或是他沒有自由 就像剛剛主持人你提到 他也曾經在獄中下很多指導棋 又拼命的預言啊 不甘寂寞去講這些 寫這些寫那些 那他已經在獄中坐牢了 將來他的言論裡面 萬一誹謗到他人 毀謗到他人 他是不是最佳一等 還有沒有這個言論自由權 或是所謂我們在講的免責權 他適不適用呢 比如他今天罵到陳偉文 他批評他很糟糕 他今天聽到什麼的話 那陳偉文可不可以告他 當然可以告 所以我覺得這有很多衍生的一個制度嘛 而不是說當然我也覺得說 司法單位今天弄到這個 你可以把這個問題拿出來討論 以後針對這樣的一個情形 是怎麼樣的一個做法 而不是說因為阿扁一能設施 是 所以可能癥結點 輝文我不知道 是不是真正的關鍵就在於 之前他那些下指導期啊 或大預言啊 那沒稿費 這次寫出來是有稿費可賺的 稿費稿費是 當然是益州刊給的稿費比較高 相對是比較高 但我也遲疑啦 就是說為什麼會給到一篇 給到兩萬 但是我覺得北間審查標準很簡單 就照他以前審查 阿扁雜記的標準去審查就對了 他也講過 我說文字的喔 譬如說陳志忠或是誰去會課 然後他轉述那個不算 因為那是嘴巴轉述的嘛 那如果這樣文字寫的話 其實阿扁雜記那個範圍 因為我也看過還不少篇 那個都很辛很辣啦 誰誰誰怎麼樣怎麼樣 包括那個書 剛主持人講到三本書那些內容什麼的 那個都已經逾越了 北間現在審核的標準 那你當初怎麼過了 但他第一篇如果真的是寫馬宋會 能有多辛辣呢 對嘛 所以我說標準就照他一樣 就有些人他會想說 怎麼一週刊專欄可以 那為什麼 其實我覺得媒體不是不分大小的 人家蓬萊寶 蓬萊寶電子報 它也有紙本喔 是 之前在地方電台人家是強力的 這個放送 我之前在主持人節目中也講過說 南部的某報紙 因為那個報紙很辛苦啦 因為最近十幾年來已經換了不到幾個老闆了 那某報紙現在變成 變成阿扁的這個基地 阿扁雜記現在是登在那裡的 除了彭埃島的登在那裡 然後很多投書 然後就完全停扁了 所以一週刊是怎麼跟阿扁搭上線 這個我不知道 但是有沒有媒體在幫阿扁發聲 包括地方電台 這個彭埃島電子報 還有南部的這個叉叉叉報 是不是有這樣的情況 我覺得那是另外一個觀察 但是北間這個事情如果不處理的話 只會讓我期待每個禮拜三 這樣就剛好中計啦 是是是 這真的是 這個非常多的這個免費宣傳 好來我們來繼續討論這個話題 就是民進黨 民進黨現在要提這個不分區立委的名單 不分區立委名單 下個星期三預計將出爐 可是呢在這個出爐名單之前 看到誰講話呢 是他游盈龍 游盈龍呢 那麼我們知道就是說 在政治政治組 這個男性這邊呢 是競爭蠻激烈的 所以這位樂會的前副主委 游盈龍他講 他在臉書上面PO文說 根據一位熟悉黨內運作朋友 掌握的最新情資 暫定的民進黨 男性不分區立委排行已經出爐了 順序如下 第一名段宜康 第二名李應元 第三名柯建民 第四名陳其邁 第五名蔡同榮 第六名魏定 第七名游錫坤 然後說如果這是真的 我看不懂這樣的排名邏輯 是什麼 道理何在呢 這個大家看得懂嗎 來我先請教一下林委員 他寫這個是什麼意思 游盈龍寫這個東西很好 他說他看不出這樣排名的邏輯為何 那就覺得 那就應該是不合理的東西 那你還把它丟出來 放在臉書上給大家看 所以我敢講 游盈龍當然是有所謂而來 他一定有他的目的 為什麼要公佈一個他認為不合邏輯的東西 而且你還是學者出身 不合邏輯的東西 你丟出來給大家看幹什麼 所以這個是有原因的 這是民進黨內部派系的鬥爭 你看他第一個放的是誰 這個是斷魚坑 對不對 代表新潮流 他把新潮流放第一個 那游盈龍自己是不是 是不是新潮流的 不是嘛 所以這裡面你就會看出 這裡面有在派系的這種角力 那這個名單 我其實把它叫做一個名單 叫刺殺名單 什麼意思 就是你不想讓哪些人過 當然不可能全部 他就把這些人有包裝包裹出來 這裡面他真正想刺殺的 當然是一個 兩個或三個 他就把你這個時候丟出來 就是說你說黨中央可能真的名單是這樣 這樣這一看就苦惱了 你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你被人家拆透了 表示你這是派系的分章 所以黨現在一定要重新為這個名單 要重新做調整 所以這個名單 我不認為是民進黨中央 就規劃出來的最後一張名單 不是 因為他們自己 陳情懷跳出來否認了嘛 那聽一個什麼黨內 熟悉黨內運作的朋友說的 說黨內不算是信口開殼的朋友說的 這個朋友到底是誰他也不講 然後又說不會亂講 黨內信口開殼人不多啊 我認為這是個包裝 就是尤雲農想講 尤雲農不能說是他講的 所以他早說是別人講的 而且這個人可靠度好像還滿高的 就是這樣子嘛 所以他因為 尤雲農講這些話就躲躲閃閃 更加讓人家覺得他公佈這個名單 是有所塗抹的 是 是 是